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台头我是妍妍 自由高照我是恩慈 天马行空我是佳玛 今天我们来到了6月12号星期四的早晨 欢迎加码的回归 我终于回来了 这几天去忙什么了 是不是身心受到了愉悦了 愉悦了 我被愉悦了很多回了 我到北马 东马 不是东马 咱们这个马来西亚半岛 北部东部和西部 这几个地方去做了一些考察 什么样的考察呢 考察一下 当地的经济发展的状况 我就是要把东西之间做一个比较 就是东海岸跟西海岸之间 你专门为了什么发现 对你专门为了做这个research 去到北海岸那边去 你真挺忧心的 那当然 其实你看好 咱们做节目 就是每天在做节目 每天那些资讯都是从报章上面得到的 这些报章上面 其实你不知道有极大的偏见 而且呢 我有一点我特别伤心的是 我到所到之处 基本上 没有人认得你 认得我的人很多 我比较伤心的是找不着东方日报 这是我伤心的一件事 就在北马这边 你不要到北马 你去到东马 你就开始找不到了 北马就更不用说了 北马连中文报都没得卖 北马连中文报都没得卖 就很难 就是说你很难找到 你必须要找着 找着那个小鼻子小眼睛的 脸色比较白一点的地方的 你才能够找到中文报 否则你的中文报你都找不着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你看大老板 华梅集团的大老板 都是出在东马 东马 而且 不是东马 我是讲的东海岸 东海岸 就是关南 邓家农 然后是这个 吉兰丹 这条线上去 我到关南开始 就已经找不到东方日报了 他已经是你每天的早餐吃 你还是可以去到 在关南你还可以到 7-11去找其他的中文报 还有 可是再往上走呢 你去7-11也好 去游战也好 去哪里也好 就没有中文报 他只有马来道章吗 中文 我现在得出一个结论 中文在马来西亚 是个小鱼种 小鱼种 但是 但是就是这些 华门集团大老板 他没有看到那边有市场吗 还是那边市场真的很小 不足以 把他们的资源投放到那边去 我真的很难做一个结论 因为比如说 你进了 你已经 报章已经进了 那个7-11了 对不对 照理说 7-11 就其他的地方 都有 都可以进 对 但问题是 其他地方 他不放置 说明什么呢 说明可能真的是 没有什么销量 他放置了的话 如果你看他的报章的运作 是这样子的 你放置了 第二天你还给要去 去了之后呢 如果没卖呢 你要把那个报章给收回来 所以你整个logistic 就这个logistic 中文是叫什么 叫什么来着 logistic中文叫什么来着 物流 对 你整个物流的这个 过程里面的成本 你只有成本 没有收益 这是一个非常 对 刚才恩慈问那个 更大的报章 是哪一个报章 在那边 更大的报章是 销量最好 感觉上最多 普遍会认识 新州日报 就是中文报里面 中文报里面 但是马来报章里面呢 就多了 Sina啦 那个Brit Harrell 这些 英文报呢 就只有The Star 基本上The Star跟那个 新州 不是 读者是比较集中 New Street Time 感觉比较集中一些了 是吧 他们的读者 好 北马没有报章 我们新 我们新马 北马没有报章 我们新马 新马里有报章的 里面有报章 里面有报章 我们看一下 这个内容 里面的新闻 今天有很多强势女性 你包括希拉里 你包括默克尔 你也包括 这个巴西的 现在的总统 她叫罗塞夫 她们都是女强人了 那就首先看一下希拉里 希拉里 其实昨天我们谈过 她出新书了 这个新书 就昨天也说 她说艰难的抉择 Hard Choice 这个书里 她就谈到了 她一些外交的 一些政策 包括每一个国家的 领导人 不同的性格 但这个书也大卖了 很多的人就排长龙 去买她的书 感觉是一个明星效应 还可以签名 大家就排队买书 而且要看希拉里本人 所以就感觉上 就我一看到 很明星式的感觉了 我一看到封面 我就想起了 那个莱文斯基 那就真是刺激 是克林顿的一些绯闻里边的 那太刺激了 那段绯闻 这太刺激了 是在白宫干的那点事 那就太刺激了 其实好像在 昨天的报道里面 她也稍微的回应了一下 她也说她祝福这个女生 什么的 希望她懂得做好 她自己的本分事等等的 将来每一次每个新闻都会能够想出一些不同的点 这些不同的点往往会刺激人的神经 不过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震探 当初很轰动的一件事情 是吧 因为这个 这个莱文斯基 他是有点有点这个俄罗斯血统的 真的是长得很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在白宫又是一个实习生 将来将来 是男人都会动心的 何况克林顿了 克林顿聚伤那么高 可能会动心的 阿龙两颗心都会动起来 对 但是希拉里这本书 它有一个 给人一种幻想 这幻想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是否是为了问顶 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 所铺的一条路 但是他明显的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你看有很多的竞选车 竞选巴士也在外边 包括他还这么说的 他说 诚挚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见到我们有一位女性总统 他自己这么说的 那么这位女性总统 应该就是他自己了 同时的他在他的自传里 还夸奖默克尔 就是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他是一个 他说 他说默克尔 他是一个有权力的领袖 肩负贤的整个欧洲 为人呢 是决断精明直击 永远准确的告诉我 他心中想要的是什么 他通过默克尔的这种 对于默克尔的这种夸奖 片面的在夸奖自己了 这某女性是有这样子能力 去担当重要职位的 我觉得何止是有能力了 女性啊 就是说 随便去下个降头给男人 男人就完蛋了 整个内阁都被他控制了 什么降头 还不懂降头 他毕竟不是这个马来西亚地道的 马来西亚本地人 这个应该是华人 不 马来人也会下降头 人家老是说 罗斯玛给纳吉下了降头 就是这意思 就是他有那种魅力 你也看过那个 Iain Lady 有两个 一个是昂山素姬 不要看那个 撒切尔夫人的 撒切尔夫人的 你看撒切尔夫人的那种铁碗 那种 这女人啊 要翻起脸来 是铁面无情的 就是我一看到那种女人了 恨不得一嘴巴子就扇过去 这是你自信性不足吧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反击作用力 因为你曾经会想过 有多少次会扇炎炎的嘴巴 但是我还 基本上还很走运 还没有遇到 那我身上经验的了 没有遇到就好了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的一个女性了 另外的一个女性呢 就是在巴西的总统 罗斯玛 她呢 最近她说了 总统说反驳 反驳了一些批评 她说巴西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准时的 在今天晚上 应该明天的凌晨四点 就准时的开这场 节目战了 无论现在 巴西国内的情形怎样 但是世界杯 还是照样应该举行的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 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来自巴西的 上保罗夜报 他就报道说 在开幕当天 至少会有七个主办城市 进行反对世界杯的示威活动 虽然刚刚看到 他的国家的一国之首 是这么说 应该是要安抚大家的心 但是我们从之前 可以看到许多事情 不管是从罢工的事情 或者是他的建筑的进度 还有他本身的一些水的污染 等等这些事件 看起来好像还是会让人担忧的 你还记得咱们说金砖五国吗 Brick 这金砖五国第一位排的就是巴西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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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很有情感的这个金砖 是金砖还是金砖 砖头的砖 金砖五国 金砖五国第一位就是这个巴西 这巴西呢 是一个就是崛起的一个国家 咱们也说它算是一个大国 为什么呢 首先它的地理面积来讲的话 也是排行第三还是第四的这么一个国家 它的这个范围应该是比印度还要大 它的那个面积比印度还要大 人口呢 当时没有那么多了 人口大概有一亿多 一亿多人 不到两亿 那么做一个这样子崛起的大国呢 今天在巴西举办了这场这个足球世界杯 而且巴西历来都是足球世界杯的这个什么热门球队 而且曾经也赢了好几次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 都是冠军 都是冠军 那么照道理说在巴西比赛来讲呢 是具有很深远的一个意义的啊 而且在很多世界各地的这个球迷都很能要飞到巴西去看这场球 但是巴西近年来呢 就是它内部的经济发展 通货膨胀失业率都是高起 很高 所以巴西人民呢就是非常的不满 照理说呢这个这位总统呢作为一个女总统呢 他在巴西应该来讲是受人爱戴的 就是谁哪有不爱美女的 对不对 他他长相不错 过得去 身材也过得去 所以你看但是呢毕竟再怎么美丽的女人当总统都好 他关键他这个人民的那种满意度幸福指数有没有在那个地方 对吧 我很好奇为什么呃那个女总统的话总要先评论他的样貌一番 然后再去讲他的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对男总统不会先看他帅还是不帅 然后才去看他的政绩先看政绩 然后哎帅的话还加分 不他他如果男的如果一个男的只要他能活到当上总统的话 他都是帅的没有不帅的 男人女人眼中的男人是不一样的男人眼中的女人是不一样的 哎太对了这就说说准了 男人对于男人的眼光是不一样 女人对男人的眼光也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也许男人看到女人第一面 就是看他长得美不美 身材好不好 这是他的第一印象 才华是在第二位的 但是你看你问所有的女人 这个总统帅不帅 绝对他帅 对不对 你就算丘吉尔他也是帅 就算希特勒他还是帅 对 两个小八字虎也是很帅 对吧 那可能也要看不同的不同的口味吧 对不起 不觉得希特勒帅 那我们再开始换一个另外的口味了 这个口味呢看一下转到香港 香港呢 昨天我们也给大家提到有白皮书了 中国这方面给香港下了一个白皮书 这个白皮书当中呢 有一些词语就是它阐述了什么是一国两制 就是一个国家下两种制度 然后强调是强调一国一国 这一国 对一国一国一国 那么这个一国一国一国呢 就让香港的有一些部分的团体就是不满意了 你包括他的社会民主联系啊 人民力量 还有香港的香港专上学院联合会和学民思潮 等一些团体40人就住着了一个 一个示威游行啊 就到到这个中联办 中联办就是中央政府驻香港 联合办公室的外面去抗议了 说这个白皮书降低了香港的地位了 你看啊 在香港有一个特首 对吧 但是呢 特首呢 隔那么久啊 他就要跑中联办一下 为什么呢 去汇报工作 这是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说 但到底香港是中联办在管呢 还是特首在管 这是香港很有趣的一点 那么在中国来讲啊 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啊 他呃习惯于听一句话 叫做两个字定调 就说呃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了 呃他总有这个权威要给他定调 对不对 这只有权威的人士才能说出来的 要定调 当这个他定调之后呢 那就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这个什么机构 都要统一口径 就按照这个定调来说 哦我念一段这个定调啊 呃就是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遇到了新情况 新问题 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 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 特别是对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 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的理解 并强调是说这个呃北京中央政府 对包括香港特区在内的所有的地方 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制权 这就定调了 嗯 定调了就是说呃你不用说什么了 反正这个权力是我的 我对所有的这个这个行政区啊 包括什么自治区啊 呃人家就问我 有时候人家就哎你去哪了 我说去广西壮族自治区 去哪了去宁夏回族自治区 去哪了去那个内蒙 内蒙古呃自治区 是吧 蒙呃这是蒙族自治区 但但但为什么呢 其实根本就不自治 哈哈完全不自治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对不对 自治吗 是维吾尔人说了算 还是太汉人说了算 所以这都是化羊铜卖狗肉的东西 但今天这种东西 你把它移植到香港来的时候啊 香港人呢可能还毕竟没有经历 这个这么多年文革的这个冲击哈 呃不习惯 这个不习惯 反而你觉得有有可笑之处啊 是马来西亚人 特别是老一辈的人 比香港人更习惯 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调调啊 你所谓的习惯是怎么一回事 习惯就是很很很容易就接受了 比如说今天这个呃 叶新田到了北京 那看到了呃呃 伟大祖国 心形向荣 繁荣长盛啊 如何如何啊 就感觉到给中华儿女带来了巨大的力量 就是祖国的字要用对不同的人手 对祖国的认同不一样 对 那其实我觉得说呃 或许在当像刚才 为什么说中国一直强调一国一国一国 因为我感觉到呃 香港人更注重的是两制两制两制 嗯 他们很希望就是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制度上呢 能够呃 获得更大的一个呃自主权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初呃 大家相信说这个白皮书下来 是因为即将在六月二十二号 有这个占领中环的呃 一个行动嘛 那这个行动最主要的就是要有 他的诉求就希望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普选 嗯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他们认为说在 因为我们也知道常常都看到说呃 中国的一些人怎么到香港去啊 之前我们看到说呃 在代表时 我跟他们生排队生抢抢位子生孩子啊 或者是入学资格买房子什么什么的 对 或许他们觉得说他们唯一能够呃 感受到自己是香港的特色跟自己的地方荣耀的时候 就是靠这些觉得自己拥有的是这些制度 可能是民主制度或者是言论 自由新闻自由 感渐渐的感受到这些威胁 所以呃 这样子的个白皮书也是 他也感觉到说是不是对于他们这些想要一个呃 公正的普选也是一个呃压力所以呢 一定会有内部的一些不满跟反弹了 嗯 对内众的民众有一些不满和反弹 但呃 这些民众其实最最不满了还是中央的手 北京的时候已经插入到他们行政区域内内部里边去了 你包括政治体制 你包括民主自由 包括新闻自由 各个方面的这这方面大陆的时候已经插入进去了 所以这也是极度的导致了港人一些就是民主民主人权团体的一些不满了 而在抗议示威 但是刚才加马所说的那个点啊 确认很确认确实很刺激人的一个点 呃 为什么有一部分的民众他对中国呃 他对中国内部他是一样的情绪 但是想港民来说应该是部分的港民或大部分的港民 对中国的情绪是又又另外的一种感受 有感觉 你看啊 为什么啊 其中有个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1949年成立的 但中国成立之后啊 解放军并没有跨过这个呃 这个什么 那个叫呃呃呃这个桥叫什么桥 罗湖罗湖桥啊 罗湖桥这个海关就是来到香港 他说香港呢仍然保留着他的这个地位 为什么呢呃中国政府当时有一个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远见 呃就是让呃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跟呃 中国所谓的共产主义世界呢呃 呃只有一线之隔 就是能够有一个一个接触的点 呃这东西方的沟通 那么呃但是从那时开始一直到这个八十年代啊就是因为香港是九七年回归的嘛 对吧 在九七年之前这中间将近是半个世纪之久的这个时间里面哈 香港一直就是一直发展的非常的好 而国内呢经历了很多的动乱文革啊什么的这些动乱 所以港人呢有时候他经常也可以到这个大陆这边来他有很强烈很深的感受 就是说大陆人呢其实生活的是很苦的不好的 嗯 而香港人呢是生活的是非常优越的非常好的收入非常高的 所以香港人就是趾高气昂的香港人来到大陆的时候有种优越感 有很有这种优越感而优越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你不要光说说拿多少钱来消费 你光是看他们的那个穿着衣着表情什么 你都可以感感觉得到它是一个很富足的一个一个地方 但是就是时过境迁到今天似乎反过来了 就是这个大陆的金钱大陆的这些富豪就涌到香港来的时候给香港人造成一种感觉一种压力 所以这个其实也讲真的要如果摊白了的话 就是因为这个元素香港人感觉到一种不平衡 也许真的经济决定一切 所以他最仅存的这个荣耀感是不是也要被剥夺去了呢 好久不见 Zither Harp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Do you remember? Retire for the joy of the sorrow Put them away in your mind The memories are tight that you borrowed To spend when you get to tomorrow Here comes the saddest one As the seasons are passing one by one So gather moments while you may Collect the dreams you dreamed today Remember Will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So gather moments while you may Collect the dreams you dreamed today Remember Will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Of your night Until the light Your life is in your position 公正平等 乃人全基石 Durian FM 我是林国文 刘连灯头 我是妍妍 介哥 赵我生气 玛清空 我是佳玛 好 回来我们到亚雪州的周一会去看一下了 看一下杨巧双是怎么做决定的 那么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压在杨巧双的身上了 他是不是允许武统提出的这个意言进行辩论 还是他拒绝武统提出的这个意言进行辩论 但是现在好像目前来说 我刚才读的还是很纳闷的一件事情说杨巧双已经决定想通过这个议案 让巫统会让明连和国阵进行辩论 所以我在左思右想为什么杨巧双会同意呢 同意这个伊斯兰形势吧 我觉得杨巧双是做的对的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他是做的对的 因为这就是民主嘛 议会就是民主 你是议事的地方嘛 对不对 你能不让他议吗 对吧 这个你一定要让他议的 我昨天也是在 但是你异了之后有 异了之后是不是就有更大的一个风险了呢 不对 当然是有风险了 问题是说你这个风险你该不该去承担这样子的风险 昨天在当今大马呢就有一篇报道 是这个刘千秋出来说话了 他就劝请杨巧双 刘千秋你知道是这个行动党雪州的宣传主任 那他虽然过去他是雪州的行政议员 后来呢就大选的时候没有上阵 然后他也就没有这个行政议员做了 不过在党选的时候呢 他还是被选中了这个雪州的这个宣传主任 那么他就跟放话就跟杨巧双就隔空的 就说你最好是不要给他 就要拒绝他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玩不起 就说行动党明年玩不起 一玩这个游戏的话呢 就会被巫统给搅乱 他说你你们一定要杨巧双 你一定要就是这个时候要站稳立场 要以名为本 所以我就我也放了一遍 杨巧双他是以怎样的考量点他想同意的 当时有一个会议 其中明年的一共44个州议员嘛 大部分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也听报章这么报道说 大部分的议员都同意 想接受武统这个建议进行辩论 我现在就会想王小 杨巧双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那么明年这几个 这十来位大部分的州议员背后的考量点又是什么 为什么他一致认为应该接受武统的这个建议 OK OK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我们要从这个杨巧双他出于这个行动党的这个议员来看 你有没有看到因为这件事情这两天 马华在不断的施加压力 是 叫杨巧双就是拒绝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如果杨巧双拒绝了的话呢 他就听了马华的话了 对不对 这是很微妙的一件事 但是他也听了行动党的话了 行动党也要求他拒绝 我没有看到行动党有正式的这个党里面的声音要求他拒绝 这个谁 我刚才讲刘天球 刘天球是以他个人的身份要求 是 郑当心他们也说这个是怎么说 这个是要修宪的事情 不是周一会有这个说修就有效的事情 这也是拐弯抹角的 修宪的事实是那个博会的事情 他就把球踢到另外一边去 他还是拐弯抹角 这个郑当心的拐弯抹角和这个刘正登的拐弯抹角都是这样讲 那你就必须面对 他说你该不该讨论这件事 从民主的角度来讲 咱们行动党前面就冠两个字叫做民主行动党 他不是霸道行动党 他也不是专制行动党 他叫民主行动党 所以民主行动党你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民主的典范 当人家提出来一个一二要讨论 他只是讨论嘛 对不对 讨论可以发表各自的意见嘛 对吗 发表完各自的意见 如果要表决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机会去同意或者是反对嘛 那就算你同意或者是反对完了之后 得出来的结果你是不是要遵循呢 如果咱们都不按照这个这个民主的什么程序来走的话 那咱们就不用选举了嘛 还要选举干什么呢 谁大谁就称王就行了嘛 但显然现在的情况好像是似乎不是那么去乐观 显然巫统现在提出这个议案他是想分裂民连 他想分裂民连 为什么民连明知道他要分裂民连还要答应这些 如果如果民连就这样就能被巫统分裂的话 我不如我看他早点分裂更好 对吧 如果民连连这两知识能力都没有 就随便就叫巫统这样的分裂的话 那民连不堪引擎你还要他干嘛呢 就让他早点就完蛋就算了 对 所以你对连连的期望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说我是连连的议员的话 我我不想同意这个样子的一个议案 首先我有两个结果 假如说我这个议案一旦同意之后 我们进行辩论 辩论的结果是怎样的 一个是通过 一个是不通过 这有两个结果 那么无论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对于连连内部 对于雪州内部的民众都是一种分裂 假如说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这个东西通过了 这个一行法在雪州通过了 通过了之后呢 民连内部肯定行动党是有些不乐意的 肯定是行动党是绝对不喜欢的 行动党不喜欢之后呢 很多的雪州的其他的非穆斯林民众也是不喜欢的 那么巫统如果想收回雪州的话 那就指之可待了 那么一部分的华裔血标也许就会回流 或非穆斯林雪标就会回流果顿了 另外一方面假如说他通不过 一行法通不过 那么对于伊斯兰党 对于公正党来说 他们内心是怎样的一些感受 在迷连方面他们是分裂 但是在雪州民众来说 穆斯林民众他会感受到怎样的一个状态 穆斯林民众就会想 你看他会受到武统的这些影响 你看是不是 你看无论是公正党伊斯兰党是不是听行动党的话了 是不是受制于行动党了 所以很多的马来民众他就会害怕 确实如果是让明连以后执政的话 是不是以后这两个党伊斯兰党公正党就会听行动党的话了 那么我们马来人的地位去哪了呢 所以下一届选举也许马来人就回流果顿了 所以无论他怎样 他从上到下都是在分裂 那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 总是让巫统让这个国阵占了上风呢 为什么明连就是那么那么孙子呢 那么狗屁呢 那么挨打呢 那么愚蠢呢 那么愚昧呢 那么没用呢 对不对 为什么总是这样呢 你把所有的形容词已经用完了 为什么你又不能自己把先内部先把他这个事情 把这个来龙去脉 把整个的这个道理给理清楚呢 所以如果你连这个你都做不到 将来你还要去管理国家吗 你早点垮台吧 早点死掉算了 我就是这么咒你的 对不起 要不然你就打起精神来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我明连三党采取一个什么样子的一致的态度 对不对 所以你当你今天你说我杨小川 我是雪州议会的议长 那我今天拍一个板 我不让他去讨论 我不让他通过 你做这么一个这个你做这么一个示范 你做这么一个这个示范 那你当你做这个示范的时候 你也不要怪国阵 就把你所有的这个议题在国会给你谈回去 对吧 我说的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呢 你又正好中了国阵的圈套了 你中了国阵的圈套了 为什么呢 就你今天从上一届505大选来看 你整个就不得势 你有了51%的选票 但是呢 你却只有寥寥的八十几个议席 人家有一百多个议席 对吗 那你今天在国会里面 你就完全实施 这国会不用开了 你明年也成为了国会的橡皮图章了 有什么差别呢 没差别 对吧 那今天这个巫统的议员 在雪州议会里面 成了你的橡皮图章了 那你在国会里面 成了他的橡皮图章了 这个这政治还什么玩呢 没什么可玩的了 大家都不用玩了 因为这个规则都是在这 我不满意的这个动议 我就不让你去提 他不满意你的动议 就不让你去 我举个刚刚发生的这个例子 这个谁 槟城的沈志强 这个国会议员 他就提出一个问题 问这个MH370 所以说这个什么 这个议案就说 你那个雷达已经测到了 测到了这个 为什么没有阻拦 你为什么不阻拦 人家说这个不用谈 机密 那你就不谈 机密就不用谈了 所以你提出任何的东西 我根本就不理你 然後我要做任何的法律修改 我就修改完了 就是举手通过 因为你再举手 你不如他的手多 对吧 所以就把一下政治 就形成这样子的恶性循环了 我觉得杨小双 他这样子做 是代表了一种正义感 代表今天80后 年轻人的一种 对政治的一种信心 就不像那些老邦策一样 就像林杰祥啊 这些刘天球这样 这也怕那也怕 什么都不敢谈 但刘天球说了一句话是正确的 现在明年还没有那么多的实力 经得起这样子的考验 你还是不要考验 明年有51%还说不够实力啊 它内部的实力不高 除了内部实力不高 除了内部实力不高 也会担忧说 如果今天他刚刚说的所谓的风险 除了内部之外 可能对于整个雪兰而洲的一些 像刚才言言提到 他对民众的一个反应 跟他们心里面上面 对于哪一个党的倾向 还有包括了说 如果这个之后会不会改变了一些 雪州里面的一些 像刚才说的 如果真的通过了 通过了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落实 这也是很多人所担忧的了 对吧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一个畅想 畅想能够彼此 无论是明年还是国阵 能够彼此提出彼此的意见 不像像图章一样 有一个一个意见提出来 而且这个意见能够被采大被接受 而不是为了攻击彼此 我真的非常非常想看到 这个雪州议会怎么样来辩论 这伊斯兰这个行事法 我想看看巫统议员讲完之后 然后行政党怎么讲 然后我也想看看伊斯兰党怎么讲 我也想看看这个公众党怎么讲 我公众党我要看两个人讲 一个我看完了这个黄杰冰讲 我还要看一下卡丽怎么讲 因为我在想说不同的 或者是安华怎么讲 因为像刚刚说的过去 因为过去如果说有战党编的话 就像所谓的战匹藏 所有明年三党可以有一个共识 同个口径 好我的手就比你多嘛 对吧 所以呢 但是在雪州就不一样 因为这个案件是这个一刑法 在内部里面 明年的立场就有不同了 所以如果真的举手起来的时候 明年也不一定有这么大的把握 我可以把它推翻 如果今天还不想要成立的话 可能今天伊斯兰党跟巫统是站在一起 一起举手同意的话呢 那那就没有把握了 话问回咱们自己 伊斯兰党一直强调他不会乱来 他只会通过民主的程序来 对吧 对这个是民主的程序 民主的程序 那现在在走民主的程序 我们要反对吗 可是这个民主的程序 有一定所带来的后顾之忧 我不喜欢的我们就不要民主 我们喜欢的我们才要民主 也要有这个前提考量国家的成熟度 而且能不能在一个人 因为虽好这个是人民带意识所做出来的决定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它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的话 或许是很多民众不同意的 这个民主它又有一些差别 我举个例子来讲 咱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听过好些人也曾经讲过 说包括蔡酸也曾经讲过 还有些马来人的这个议员 甚至马来人的这个民运分子也曾经讲过 就说在马来社群里面 有好多人都不赞同那个伊斯兰行事法的 那第一个我说包括我在内 我也不赞同这伊斯兰行事法的 塞伊布拉昕是不赞同伊斯兰行事法的 那既然有那么一大批马来人也不同意 这个伊斯兰使用伊斯兰行事法的话 包括纳吉他也说了 我认为实际不当也不同意 是吧 马来人也不同意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行动党不去挖 你说哎 我说马来人占80%或者不占60% 人其实也不同意伊斯兰行事法的 你去把这些人挖出来 你给一个统计数据出来 你搞一个民调呗 怎么样 更加好的民主他不是在州议会里面 因为州议会里面有44席嘛 是44席对吧 44席当中大部分我记得是38 不是44席是50多席 好像44席是雪中迷连的一共一席 那么这些所有一席当中 我记得有38人是巫统的 不是不是就是马来人 马来人是38席 那么马来人在投票选举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赞成是伊斯兰行事法 但是这个假如说我们 我记得是有50多席 这38席假如是一个大多数 大多数的马来人呢 他们都赞同这个伊刑法的通过 但是他这个民主 大多数的民主 是不是代表雪中民众的民主 雪中的民主 必定他一半是马来人 一半是非穆斯林 一半是穆斯林 一半是非穆斯林 那么这个整体的一个状况 能够不能够在州议会 这些州议员的身上反映出来 这是另外一个民主 能够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建立了这个西敏之路的时候 有了这个西敏之路的这个选举之路的时候 他一个州议席就代表了一个范围的这个人民 那你投了票 他就代表你了 对吧 那代表你他是没有分族群的 比如说一个马来人的议员 他并不代表说我只代表马来人 我不代表华人 他也连华人一起代表了 你同样的一个华人的议员 你不能说这个议员只代表华人 不代表马来人 他连你也一起代表了 所以是代表的 是 但是是代表的 但是就确实产生了分别和分差 或者说我真的这38名议员 全都举赞同票的话 那我就一刑法通过了 一刑法通过这个结果 是不是反映了整体雪中民众的一个 就是议员 因为一半他非穆斯林肯定是不赞同议刑法的 有部分的马来人像你一样也是不赞同议刑法的 但你下一届你就投票的时候就不要投这位议员 你投另外一位议员 能够觉得能够代表你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有公投 使雪中民众所有的民众都公投 决定是通 对 我觉得也是很好 用公投的这个方式 但是我告诉你1957年8月31号独立到现在 马来西亚还没有进行过一次公投 所以这是来第一次公投吧 决定你是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 就是说要导致马来西亚为伊斯兰刑事法做一次公投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因为很多时候你看为什么会有这个 决定刚才说38位 虽然他也代表了马来西亚人也代表了华人或代表任何的族群 但是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宗教 如果说其他课题我们就不会说有多少个马来西亚人多少个华人 但是当他涉及到宗教的时候或许他他没办法因为他个人的宗教 但是我想很肯定的很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告诉你们两位无知少女 公投是实现不了的 为什么就跟严严所讲的是一样 马来西亚人是夹苏的 你知道夹苏的意思吗 怕输 怕输的 怕输的意思就是说他只有两个结果公投 一个是通过了 一个是不通过 对吧 通过不通过马来西亚人都不能接受 对不对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结果 公投之后通过了或者不通过都不能够接受 是吧 你看所以他就是盲点就在这个地方了 很让人反思的一件事情啊 为什么你看瑞士很多人都在公投 我要求支持一个意见 假如我裸奔 我想脱掉所有的衣服在裸奔 有一部分人就支持 有一部分人不支持 我是这样子 你裸奔可以 但是公投出来之后可以就可以 裸奔可以 但是有嗨的地方一定要搞干净 但是你看结果是 假如说他结果是同意或不同意 假如说结果是同意 那那部分不同意的人也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那就不同意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说我们九行一个公投 无论是结果是通过或不同过 那么不通过那部分人也只有接受这个现实的勇气 马来西亚人的DNA里面没有民主两个字 只有自己两个字 你知道吗 在我们DNA里面没有民主 那民主是挂在嘴上的或者卡在发牆上面的 在DNA里面是没有民主两个字 这是马来西亚可爱的地方 弯弯于一夜寂寞 越光满情风 越色更朦胧 导影呼售他面容 又有声音组 点点相思熟 越色赤诗旧一望 越色赤诗旧一望 我晚月儿夜间浓冬 月光满情风 夜色更朦胧 倒影湖中他面容 黑夜柔柔声音中 点点相思熟 月色四十九人 要问古人可知否 心中幻想风 唯有清明月带走我问候 在云吹着月儿桑 大海 月儿月光满月儿夜间冬 黑夜 月光满情风 月色更朦胧 倒影湖中他面容 黑夜 柔柔柔声音组 点点相思念组 月色四十九人 梦 黑夜 要问古人可知否 我心中幻想风 心中幻想风 为有清明月带走我问候 在云吹着月儿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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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属也需要接受现实 如果是没有被归为 那家属应该也容易去接受现实 你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我觉得槟城的这个事件 可能引发更大的一些后遗症 比雪州这个事件来的后遗症还要大 为什么呢 因为在雪州的案例里面 我发现到呢 他的那个女儿啊 就是那个归于伊斯兰教的这个父亲 他的女儿们呢 就是基本上一直以来的 都是沿袭着那个什么 伊斯兰 沿袭着这个新都教的这种生活 你说是新娘这个吗 新娘的新都教 新娘的这个 他爸爸帮他写的是穆斯林 但是他本身从小就 这些东西呢 可能是一个借口 但有一个事实是 他肯定是在新都教的这个环境下长大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你说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这个穆斯林吗 我觉得不是 他知道 所以他去更改 但是不成功 对吗 这个case是这么样一个case 但是呢 这个张七星的那个案例呢 是不太一样的 我这里看到一个一个图案啊 一张照片就是 张七星的男友阿斯曼 还有他的女儿 这个美德琳 美德琳呢 他是一身装束呢 是穆斯林 穆斯林的这个装束 所以让我就感受到 是不是张七星已经 他说了他在跟这个 他的现在的这个同居的男友 无意男友 一同居是七年 在刚同居 在1997年的时候 他他已经就提成了这个申请了 这个申请就想想想改自己的 需要进入穆斯林 所以你看他的女儿的装束 都是穆斯林的装束 而且还戴着盖头 戴着戴着头巾 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啊 我建议呢 大家去看不同的媒体 不要只看中文报 中文报有他自己本身的阿俊娜 那你除了看中文报之外 你也看一下英文报 看一下马来文报章 看看这些 比如说Sina 这些报章 他们怎么样来报道这件事情 你可以补充一下一些报道里面 缺失的那一部分 要不然的话 你很可能被这件事情误导 那么今天 宾州这个伊斯兰法庭 要做一个裁决 我个人的这个预见 这预见呢 就是可能那个 这个他的母亲呢 会输掉 就是他的女儿是 张欣欣是 是伊斯兰教徒 伊斯兰教徒 穆斯兰 我个人的预见啊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这件事情呢 呃 他一定 宗教局 或者是 法庭 或者是警方 掌握了一些 足够的这些证据 他才 有这个胆量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举动 那我所 我所不 呃 不齿的一点呢 就是说 他们 既然掌握这些证据 为什么每一次 都是选在 呃 他结婚的婚礼的 那个当 时间点 时间点上 还有这个是要出病的 这个时间点上 来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背后呢 是有非常强烈的 政治议程在后面 嗯 双方的政治议程在后面 呃 但是这方面 就是 即使呃 这边 这方面说了 这个律师 应该是家属 张静静家属的律师们 他说了 他说张静静在1997年的时候 申请改教 至去世当天 是否依据伊斯兰信仰习俗生活 其实另外一方面 隐含的意思就是 张静静其实他已经改教了 呃 他有一个名文的文件 已经改教了 但是亲属现在所质疑的就是 张静静他虽然是改教了 但是是不是他依照穆斯林的 穆斯林的信仰习俗去生活了 就如刚才我们说那个新娘 这个新娘他虽然 他在那个身份证上 但是他没有依照 伊斯兰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 为什么呢 你不要忽略了前面 我所讲的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是什么 那个女生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印度的这女孩 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曾经很多次去更改 他自己的这个身份证 名字和这个宗教 他做过这些努力 但是张静静可能在这些年 没有做这些这些事情 对吧 那他不一 什么叫做这个按照穆斯林的 这个习俗生活 连他自己的家属 根本就讲不清楚 什么叫按照穆斯林的 这个习俗来生活 是吧 所以所以这 比如说他如果没有 没有包头巾 这个是不是没有包头巾 他就不能被视为 是一个穆斯林了 当然不是 对不对 所以所以在许多许多这些点上面呢 我是发现就是中文媒体 包括这个协助那个张静静的母亲的 这个律师卡巴斯林的两个儿子 他们都找到这个点呢 都都是想把这个孩子给弄过来 就是这个张静静 非穆斯林这一边 这是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形成了一个对峙 什么对峙呢 就是给人感觉上 是穆斯林跟非穆斯林之间的一个对峙 所以其实这是不好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点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宾州 宾州的行政议员 伊斯兰党的这个行政议员 也去对这个母亲说 这是对不起 道歉 那以后呢 宾州不会让这种事情重演 但是会不会这种事情重演的话 我现在讲很难说 为什么呢 我有一个感觉 所有的州属的宗教局 实际上背后呢 都有一只黑手 那这只黑手呢 就是巫统 就我的感觉了 那我没有证据 不要告我诽谤 好不好 同时还有一个画面就出现了 那个画面就是安华和林冠英 在国会开议会的时候呢 他俩就联合举行了一个记者发布会 在这个记者发布会上呢 同志安华就质疑雪州宗教局的这些行为 那么林冠英呢 就质疑冰州宗教局的这些行为 那么背后的这只黑手呢 就像您所说的 也许是巫统了 这个黑手在观念的时候就插进来了 这关键时刻就会让人 让不同的族群 无论是新都教徒 还是华人 都是感觉到很不满 很强烈的一种气氛感在里面 但是无论怎样 这个张清清他是一个个人 他有自己选择宗教的权利 那么无论是他亲属也好 无论是政客也好 还是无论是宗教局也好 要尊重死者的一个意愿 如果死者他生前 他是皈依伊斯兰的 那么亲属应该尊重死者的意愿 他就是个穆斯林 如果死者他真是 他是个佛教徒 他不是穆斯林 那么雪州宗教局也要尊重死者的意愿 他就是个佛教徒 他不是穆斯林 所以最重要的死者已经去世了 但是死者去后之后 旁人他无论是他亲属还是旁人 我们需要尊重他自己本身的意愿 我所看到的是这个中文报章 大篇幅的呢 是报道的是关于 他这一部分呢 就是张清清的母亲这一部分的 这些内容和事情 但是对于他的女儿 或者他的这个同居的这个男友 这方面所能够得到的这个什么消息 这方面的报道呢 确实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东西 没有内容 是缺乏了这一块水 也会让人有一些想要想说 是不是东京有一些东西就疏漏了 或者是不知道 还是故意不报道 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个宗教事件 圣经的事件 圣经的事件之前已经过去好多时间了 就是选择的宗教集 初期检查了大马的圣经工会 同时呢 也带走了一些 马来文 300本 马来文跟一般文的圣经 已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 那目前为止就是这个总检查署的调查呢 也终于完成了 那所出来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他们并不会对于任何人提出一个控告 而且呢 也把这个档案给关档了 那至于说 把这个雪州 就是他们之前不是说扣留了这300个圣经吗 那将接下来呢 也将意味着说 这个圣经是会归还给这个圣经工会的 要等到雪州宗教集去决定这件事情 对 也就是现在总检查署已经最最终完成调查 他说 雪州宗教局没有任何错误 是吧 他他也没有受到雪 圣经也没有受到威胁 那么现在 那如果说雪州宗教局没有任何错误 那么总检查署也没有权利去要求雪州宗教局去做出任何事情 所以呢 完全就取决于雪州宗教局自己的行为 你愿意归还就归还 你不愿意归还 那也是你自己的事 跟总检查署没有什么关系 也就是现在总检查署也就是联邦政府这方面把球踢到雪州这边了 踢到宗教局这方面了 但宗教局是怎样的意图呢 那么宗教局的任何反应 那么卡丽又有任何怎样的反应 卡丽又有怎样的反应 那么安华又有怎样的反应 就连串的事情就出了些 对我我觉得对凯丽来讲呢 这个圣经公会这个案件呢是一个教训 将来雪州怎么样去更加 有效的去管理它的这个宗教局 因为雪州宗教局应该是还是有雪州 雪州政府管辖的 其中有一位行政议员呢 是专门管管这个宗教局的 而且雪州的宗教领袖呢 最高领袖呢 是雪州的苏丹 对吧 所以其实雪州还是有能力 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东西的 当然这个挥手怎么样去应付 这当然也是卡丽必须要考量的一个点了 那最近的公众党的选举也差不多要完成了 那么卡丽的虽然是没有没有选中这个鼠里主席 但是卡丽的得票数呢 让他呢在公众党里面的地位呢 是被肯定了 这是我看所看到的 他他的这个这个得票率啊 他是地位是受到肯定了 那么地位受到肯定了 是否意味着卡丽的雪州 他说坐满这一届的这个想法能够实现呢 那么如果卡丽要坐满这一届的话 公众党内部会否平静下来呢 因为这个党选已经过了 我觉得这都是需要观察 拭目以待的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我们也知道说公众党这个 这一次的党选啊 有非常多的事情发生 那也知道说 在他们进行了重选之 就有几个地方进行重选嘛 那他们其实也有一些 反映了他们本身的一些内部问题 那其中呢也有把这个 他们有一些调查小组吧 就会重新的做一些探讨 或者检查 也有招来这个阿斯米娜跟卡丽娜 去做一些了解这样子 对 另外的就是我们看一下 刚才的一个小的报道 后面的一个小的报道 是哪一个报道呢 就是那个文凭的吧 是我们我们常觉得说 哎我们念个大学啊 就是要就是有一个文凭回来 来证明说 哎你你就是完成你的大学文凭了 但是现在呢 就是马大 他马来西亚大学就有一个新的措施 就是他们不会就印刷纸本的文凭给学生 他只会提供电子版的文凭自行给学生印刷 那如果学生你想要得到这纸本文凭呢 还必须另外的缴付50令吉的手续费 那如果国际学生就要缴付70令吉了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就是我的看法是正面的 我看很多人是以负面的看法来评价这个事情 就是什么要赚钱啊什么 但我其中对于有一项呢 我是不太认同的 就是说如果他那个文凭丢了 又要怎么就不能够再补了啊什么 但我觉得奇怪 这项条文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都给他提供电子版的嘛 他只要打印出来就可以了嘛 那你还需要什么呢 对我们今天如果秀给我们的那个真人 就是用人单位看我们的文凭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给他看那个香了金鞭的东西吗 我们不需要嘛 就一张纸就完了嘛 黑白的都可以了嘛 对不对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嘛 对黑白的都可以了嘛 要看说你对于这个文凭的注重感就多少吧 很注重的你任何时候 他会感觉会不会是假的 不会假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些号码 有些东西都是在那里的 你还喜欢那个 如果你你把它印制的很精美 你就保证它是真的吗 就比较像真的 如果就是比较像是心理的 心理的这个作用嘛 对不对 是啊 所以硬着也是组好关键 印章者的心理作用嘛 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第一 它是一个节省纸张 节省印刷费用 节省那个工作的这个东西 它电子化了 它可以省了一大笔的这个经费 第二 它不仅是省了 还要略微的赚你一点点钱 那赚你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来讲的话呢 不算太多 你是出得起的这个钱 但呢 对于这个学校来讲的话呢 它已经开源 它有了一些收入了 因为现在这个 所有的那个国立大学 都在转型的过程里面 转型的过程里面呢 就是说 国家以前是全今天你这所大学的 现在在大学呢 要国家今天一半 你自己要挣一半的钱 所以这大学要开 开源区挣一部分的钱 它选择这么一个项目 是在你负担的起的这个范围里面 我觉得 有另外的 对 有另外的一个风险啊 这个风险就一单以后 网络都是虚幻的嘛 一单网络以后被骇客给害掉了 或者是突然间瘫痪了 我所有的资料都不见了 那么文凭文凭也就不见了 文凭不见 我怎么面试拿什么东西去给 面试的人去看 你相信如果这个 我还是有一个 你的邮箱 你相不相信你的邮箱会不见了 会 一单呢 一单呢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一单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是不是我存一张纸的 比较保险一点 你打印下来不就是存着了吗 所以 你打印下来就是存着了吗 那最最最最最最最 你存500张都可以啊 那始终还是要打印出来 那就跟所谓的环保没差了 你就说的那个里面就不一样了 那我问你打印一张够了 还是你要打印100张来组存 打印一张 学校也打印一张啊 为什么打印一张 你说学校也打印一张给你 跟你自己打印一张 其实如果说环保作用 就是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了 成立啊 当然成立了 如果你要打印你就打印一张了 对啊 我学校为什么非要给你打印呢 但是环保理由就不成立了 环保理由成立 在哪呢 始终要用一张纸啊 始终要用的纸 用一张纸是不过分的 唯一区别就是这个钱 如果是学校是打印 是钱是学校出的 如果自己打印 你这个钱是自己出的 但是对于环境污染是一样的 不一样 但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学校打印比较污染 自己打印不污染 是这样吗 当上以前学校给你的这张文凭啊 是很很很华丽的 对吧 不但是打印的纸张很很很 我如果要打印 我也打印就漂亮一点啊 是吗 你打印打印不出漂亮的 反正就是一张白纸 好 我可以去买一个比较漂亮的纸啊 但是打背后的纸啊 素质也有啊 你可以自己设计你的问题啊 是啊 所以到最后还是真真假假的问题啊 但是还是真假的 但是碑恩 短纸 是什么 好 这对 发生的